这些年的电视音频几乎被小说改编霸占 各种学生时代压箱点的青春记忆也都被翻了出来 而这股热潮似乎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最近一部由曾佩茨等人主演的青春偶像剧名 若小夕迎天皇嫂昆琳的加入可谓微波鲜活 尽管剧中的造型不断被观众诟病 等着丝毫不影响到几超高的收视率 9月22日曾佩茨率众主创来到上海为该剧宣传造势 当然连女三号都算不上的天王嫂昆琳自然是华丽丽的缺席了 不管在戏中还是在戏外 曾佩茨无疑都是众心捧月的对象 但最终却被天王嫂给抢了风筒 你让身为主演的小夕情何以堪啊 不会啊不会 因为其实昆昆跟大家感情也都蛮好的 而且我们都彼此祝福着 而且我们在有一个聊天群是不是 有有有 对那我觉得本来就是希望明若小夕这部戏 能够被很多人看见 那我觉得是今天就算报的是 比如说Evan 有时候西月或者是开开 我觉得都很好 只要明若小夕被看见就好了 既然大家的关系这么融下 想必昆琳在产下小猪之后 肯定有第一时间报喜了 孩子的这一块呢 就是可能之后他们自己会发的时候就会发 那我们是聊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有聊女生的心事吗 跟她一起 有经常 拍戏的时候有啊 你刚刚说聊些什么话题呢 没有一般就是她会开导我的心情啦 对 对 所以说很需要开导 一般是开导的心情 因为困困她一直很幸福 大家也都知道 就幸福的女人呢都比较开心开朗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 她们都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